後來大家這樣的概念 跟古籍保護一樣的概念 成熟了 所以要把它留下來 爭取的結果 綠島跟景美這兩個以前關政治犯的地方 才可以被停留下來的保存 然後現在把它弄成所謂的國家人權籌備處的概念 那也有人講 國家人權 人權很多 兒童女人權 婦幼人權 環境人權 都有 怎麼都只處理白色政治事件這些 那因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這一群人 說真的 1950到現在 他們都是風中產主 都八九十歲了 所以是跟時間賽跑的 那要做這些人的歷史也好 紀錄也好 口述史也好 真的都跟時間在賽跑 所以國家人權管 就像昨天那個組長說的 他們一開始的計畫 就是對先從政治人權這一塊先去處理 那當時其實2006還2007的時候 這裡就有設一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但是就被立法院不是多數的給吃了悶虧了就沒辦法 那現在這裡是一個藝術館 那建宗也發生過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挑戰的事情對不對 建宗門口進去還有一尊 一尊銅像是有被討論的 那現在這個已經整理得還不錯 有去過的嗎 有 這個 午餐是一個健康舒適的 也可以去了解看看 好